经期头痛与全体性性激素敏感性有关,经期头痛属于西医经前综合征的范畴,在黄体期反复出现以精神、体症状本特征的周期性综合征,经期期天左右出现头与头痛、抑郁瓦关、心情烦恼、暴躁易怒、下腹坠胀、乳房胀痛、便宜、记忆力不集中等症状,越经引起雌激素和孕激素分泌周期性改变, 同时雌激素还能较低人体对疼痛的敏感性,经期雌激素水平下降,让人的痛觉神经末兽,对血中之痛物质敏感性增高,容易感觉到疼痛 若这种物质位于颅内外血管,表现为头痛,但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出现头痛,只有易感的人才会发生,因此,很多经期头痛的女性选择吃止痛药, 我们都知道止痛药长时间,过量使用不利于身体健康,这个时候不妨选择下非处方的忠诚药,中医通常将经型头痛分为血虚、血瘀、肝活、痰湿四个正形,血虚和血瘀型经型头痛更常见,血虚型头痛都在经期过经后,要线为瘀痛、痛感降缓和,并伴有痛晕,精量减少, 射弹,射弹,射弹才薄白,脉沉若无力,致意其感蓄止痛,方用发振苍下胃,血虚型头痛,多出现经前或经期,多表现为胀痛或刺痛,痛势较为剧烈,往往有惊心不畅,刺暗有血快,舌有欲点,致意活血化欲,痛落止痛,方用血腐足于汤家胃,可以用手梳头,或者梳字梳头,可以改善脑部供食, 若用手指梳头,可以接太阳学下脑后推,顺着耳后的颈椎,再向下到肩颈部,通过刺激表面皮肤,改善头部循环,经期头痛的时候可以喝点果汁,小奶,咸的饮料,或者吃维生素C,糖分能快速增加人体的血糖含量,改善脑部缺血,有助于缓解脑血管扩张, 压迫神经而引起的头痛,用热毛巾热不头部,双手浸泡温水中,每次30分钟,也能缓解,惊醒头痛的女性,生活,工作中,若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,要学会减压,避命生气,尽量保持好心情, 作息规律,防止过劳,保证睡眠,少吃希腊刺激,生冷,油腻的食物,适量运动,排挤紧张和压力,这些对预防经济头痛都有帮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